全日本那么多观光景点 却被选为海报封面 这里到底有多美 冒着零下七度的低温 也要在风中前进 只为了看它们 你听过双酱牛肉 但你尝试过雪酱和牛吗 地方城市又该用什么方式创生呢 各位工友大家好 我是旅行长龚头坚 可能有很多人知道 或许也有人还不知道 日本的行政区 分成47个都道府县 不久之前跟同事聊起这个话题 就起心动念要来开始一个 记忆日本47的系列 顾名思义就是以行政区为单位 来介绍我所去过的日本 算起来即使一个月介绍两个县 都要将近两年才讲得完 而且北海道如果做一集 好像也不够 没关系 有些还没去过的 或许正好可以在未来两年前往 而今天就让我们从东北的 三行县开始讲起吧 为什么我会把三行作为第一个介绍的县市呢 主要是日本政府观光局 在几年前曾经推出一个 日本的代客之道推广活动 而在手册跟海报的封面 拍摄背景就是三行县的银山温泉 你想想看 全日本那么多的观光景点 却以这里作为代表 怎么会令人不好奇呢 三行县是位于日本东北地方 说起来也惭愧 虽然号称熟悉日本 但对于栗木县以北的东北地方 有很长的时间 地理概念都还是相对模糊 好比说新系跟三行 这两个县在地图上看起来就在隔壁 但新系县却属于北路地方 以前我总认为要前往三行 必须先经过新系 近年来有机会陆续搭了东北新干县 三行新干县 上月新干县 才真正的体会到 原来新系跟三行看似相邻 但是中间隔着澳宇山脉跟月后山脉 所以如果从东京出发要前往三行 必须搭乘东北新干县北上 一路到福岛市 才往西岔入三行新干县 2015年我初次受邀前往三行县考察的时候 时值沿东沿途一片白茫茫 一觉醒来根本不知身在何处 只知道进入了送行者电影的场景 而那一次造访是为了拍摄影片 行色匆匆 只停留三天两夜 就再度登上新干县 回过神来又在东京 恍如一场梦 但如果细心体会 就会感悟到 啊 原来古代日本分的令治国 就是因为这些山脉 将日本的国土切成一个又一个狭小的山间盆地 而古代交通不方便 当然就制成一国了 现今的三行县 在以前曾经分属 越后国 陆澳国 后来又设立了初语国 与它有关的战国历史人物 包括最上一光 伊达正宗 上山景圣 直江坚叙等等 在旅行的过程中 也会不断跟这些人民相遇 刚刚提到初次去三行拍摄影片的行程 就去了银山温泉 初语珊珊的雨黑山 九田市的象马楼 山居仓库 电影送行者的场景 体验了最上船周下游船 见到了藏王滑雪场的树兵 最后结束在令人回味无穷的米泽牛铁板烧 接下来就请各位跟着我一同回味 从东京搭乘三行新干线 大约三个多小时的车程 就会来到大石田意 从这里搭车 大概20分钟就可以抵达位于山区的银山温泉 其实从地底位置来看 它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秘境 但前几年真的太热门了 许多人仅仅只为了拍一张照片 千里迢迢也要来 一下车经过一个足汤浴池 就瞬间进入到观光局海报中的场景 非常梦幻的兴奋感 根据官网的说明 银山温泉是建于一座银矿的旧址上 所以才会以银山为名 并且在其标记中使用了银的元素 银山穿的两岸传统旅馆林立 感觉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大正时代 建筑风格优美古朴 一年世纪都有不同的美景 巧妙地将传统日本的美学 和近现代的时髦元素融合在一起 重点是少了汽车的喧嚣 一盏盏的煤油灯还保持着古代日本的风韵 我当晚入住一家名为古山格的温泉旅馆 享用为了拍摄而准备的套餐 而正如许多日本的温泉旅馆的料理 都是精致完整的呈现 作为主餐的是 韦花泽牛温泉蒸 相信各位光看到这个食材的相片 就会和我一样发出赞叹 以前就听过三行县的米泽牛非常有名 没有想到这个韦花泽牛 也被称为雪匠和牛 真的是大开眼界 而用完餐之后 不顾外面还下着雪 穿着浴衣 就想出去散步 看夜景拍照 不想错过任何一刻 在这个日本代表性景点的时间 隔天一早 同样是在零下的低温当中 使用旅馆里面非常古朴的汤屋 脱了衣服 在非常冷的状态之下 迅速就跳入快木浴池中 是我非常难忘的温泉回忆前几名 当然要注意的是 如果是在大仲池 还是要慢慢泡下去 才合乎泡汤礼仪啊 白天的银山温泉街景 又别有一番风味 也参观了代表大正时代风格的商店 和招牌伴手礼 温泉馒头 以及当地的地啤酒 月山 三行县的第一个景点就这么精彩 后面就更期待了 银山温泉可以说是在三行县的最东边 接着就往海边的九田市方向 中间会经过初宇山山 神圣而与世隔绝的初宇山山 由宇黑山、月山、汤垫山组成 是名为修宴道的三月佛教信仰的主要宗派 山上的僧侣则被称为山府 他们的苦行结合了穿越群山登高 以及透过冥想跟自然交流 并且将山山化为死亡、诞生和重生的象征 初级的行程是要在冬季踏上2466级的时阶 前往宇黑山 这条小径通往白雪覆盖的雪松林 途经一座五重塔抵达山顶 有一座名为灾馆的日式传统旅馆 提供名为精进料理的传统佛教宿灾 其实我不确定到底有没有走完全程 但是我有享用到灾馆的精进料理就是了 这不仅是一条米其林三星级的步道 更是知名的能量圣地 尤其五重塔 相传最早是由关东霸主平将门所建 现存的塔也已经有600年的历史 我非常感激能够有机会去到这里 体验到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行程 从雨黑山再往日本海的方向走 就会来到位于海边的九田市 我其实也是真正到了九田市之后 才理解到为何古代在这么偏远的海边 会有一座繁荣的港丁 原来是在江户时代的前期 就开辟了一条西回海运路线 从九田出发 可以将东北的物产一路沿着日本海 绕过本周最西边的下关 进入到瀨户内海到大阪 甚至延伸到江户 在大雪冰封陆路交通不方便的时代 这条漫长的海运线 可谓是对外贸易的唯一方式 而作为主要港口的九田 当然也就发达起来了 所以今天旅客如果到了九田市 通常会安排去参观象马楼 因为有了商业 有了财富 当然就要有娱乐 五娘茶屋 储藏画廊象马楼 就是过去一百多年来 商人最爱的高级料亭 而经过翻新又重新开幕的热门景点之一 茶屋内部摆设着历年收集的厨人偶 以及知名浪漫画家 足久梦二的画作 并采用京都建筑为基础的颓废派设计 在京都以外 5G表演通常仅是贵宾 才有幸看到的高级节目 不过在象马楼 任何人都能够体验 而且还可以跟5G表演者合影 此外 以前风靡一时的电视剧 阿信故事背景的 3G仓库 以及曾经获得 奥斯卡外语片提名的电影 送行者 李仪师的乐章 拍摄的建筑场景 都是酒田室内知名经典 其实当年送行者在台湾上映时 我就曾被邀请去看首映 当时还没有去过山形 但是对于片中的雪景印象深刻 没有想到有一天 会站在场景前 留下这张珍贵的照片 而在这栋建筑对面 还看到一尊铜像 走近一看 才知道原来是江户时代的牌人 兼旅行者松伟拔交 三行县境内的伟花泽 三四 初宇三三 赫岗 九田 都是他知名的奥兹系道 曾走过的地方 而我竟然在无意间 已经去过了这些地点 完成了一部分 之前就有朋友留言说 可不可以介绍奥兹系道 今天先约略提到 未来有机会再做单级 九田市位于最上川的河口 之前我在做九州雄本新景点的那一集 就曾经提到 这是日本三大急流之一 所以在九田市过夜之后 隔天当然就是要前往上游 去体验周下游船了 抵达搭乘游船的码头 写着 护则凡船翻锁 最上川的水流湍急 从北到南流经三行线的全境 也被称为三行之母 尤其在冬季 白雪覆盖着河岸 和耸立于水中的密林山丘 观赏这个自然骑景的最佳方式 就是搭乘游船 船上备有传统的备炉 让游客可以取暖 而且还可以烤香鱼 全程大约一个小时的巡航 由今河道最优美的几个景点 包括白丝瀑布 而船长沿途为旅客进行导览 并且吟唱传统的三行和歌 还有当地特产料理的午餐 或许你也在各地搭过游船 或者泛舟 但是在白雪中的巡航 依然是非常特别的体验 体验了游船 随后又拉车往南 前往三行市的藏王温泉 其实后来我在整理行程的时候 才体验到这三天 拉车的距离也不少 但是很值得 很早以前我协助举办日本滑雪讲座 早已听闻藏王的名声许久 那也是第一次 终于有机会亲眼见到 传说中的雪怪 树兵 想要见到树兵 必须从藏王山路 搭乘缆车前往树兵高原 或者是地藏山顶 而当天 山顶的温度是零下七度 虽然很冷 可是沿途的雪景 真的是非常的壮观 据说全世界只有在 藏王温泉滑雪场 才能在二月中旬左右 看到树兵 也被称为三行线 最著名的奇景 它是高山树木 因为西伯利亚寒流 跟大雪 强风 共同雕塑出来的自然奇景 当然这几年 随着台湾旅客 对于滑雪运动的热爱 相信也有许多人 已经看过树兵的景观 已经不算特别稀奇 但是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 还是很值得列入 深必访的景点 而这个行程的最后 是结束在 山形线南边的城市 米泽 因为虽然在 银山温泉 品尝了尾花泽牛的寿喜烧 但还是念念不忘 被称为日本三大和牛之一的米泽牛 因此拍摄团队也为了庆祝行程结束 安排了铁板烧 往往在这类美食面前 才体验到自己的词汇 非常的匮乏 光用入口即化 似乎有点老调重弹 但也只有自己体会 才能理解它的美味 那一次我们匆匆吃完米泽牛 就搭新干县返回东京 可以说是非常的紧凑 但其实对于历史爱好者来说 米泽还有一个非去不可的景点 那就是 既是战国君神 上山千姓的上山神社 以及传国之社上山博物馆 那也就表示 我一定要再找时间再去米泽了 好 之前我曾经做过另外一部影片 谈日本各地的小镇创生 意外的也受到大家的喜爱 其实在我曾经参访过的城市当中 还有一座努力创生的地方城市 那就是三行市 前面我们介绍到三行县的景点 银山温泉在韦花泽市 雨黑山在鹤岗市 游船在最上郡 尹市相关的景点在九田市 幽子河流在米泽市 都分布在北边或者南边 而作为县厅所在的三行市 则是被夹在一条狭长的山形盆地中 除了湛王温泉和滑雪场以外 似乎谈不上什么知名的景点 虽然有知名的山市 历史市 以及东北三大祭之一的花丽祭 但只有在盛夏八月时举办三天 而温泉和滑雪场 又必须要等到冬天才是旺季 湘形之下 难免显得有一点寂寥 这就是为什么地方城市 也需要被创生的原因 首先他们想到的是 把地方祭典跟体育赛事来结合 所以从2013年开始 就举办三行 丸子马拉松 我后来有机会 连续两年都前往观摩或者参加 简而言之 三行市选择在每年初秋的10月 正是夏日祭典跟冬天旺季的空档 来举办一场半马赛事 同时在比赛的前一天 举行前日祭 将包括花丽祭在内的各种地方祭典 以较小规模的精华版 欢迎来到三行的跑步爱好者 日本的祭典本身就是 非常有魅力的观光资源 有机会在三行伴马的前日 欣赏到花丽祭的演出 诚心的说 真是非常有魅力的祭典游行 无论是音头乐曲和舞蹈动作 都相当迷人 而透过伴马赛事 把选手跟家属 吸引到三行市来了 也看过前日记了 然后呢 之前我在介绍 单坡小山这座城市的时候 就曾经提到 在当地做老房子再生的公司 Note 而在三行市 也认识一家公司 就是 固名思义 是 也就是希望能够创造出 跟海外的连结 而透过这家公司的企划 去发掘三行市内 和周边地区的各种户外跟文化活动 例如单车 柴果 健行 酒造参访等等 设计出一套有别于传统旅行团的深度行程 也提供旅客 认识三行市的管道 而也因为这些参访 我又认识到当地的明汤一门高建屋集团 是在藏黄温泉这个区域 拥有许多各种类型旅宿的集团 特别是距离三行车站 大约半个小时车程的高宫树林酒店 Takamiya Village Hotel Jurin 强调是户外高原度假的体验 有别于滑雪季节一房难求 或者游客众多的情境 如果能够在其他的季节前来 也可以体验到截然不同的三行风情 更是他们创造冬天旺季以外 旅游的努力跟尝试 而刚才提到酒造参访 其实近年来 三行更是知名的日本酒的重镇 甚至被称为日本第一美酒线 知名的十四代初语音 以及当地人推荐的昭日音都出自于此 近年甚至还开了威士忌蒸柳厂 Yuza游佐 但这可能就要等我在酒鬼巴士的系列 另外再来介绍 坦白说 由于去过不少日本的地方城市跟小镇 后来反而爱上了这种 非主流的旅行方式 因为消费相对低廉 用不多的预算就可以住到好的饭店 包括在市区跟三行义共购的商务饭店 不仅十分便利 有时费用更是评价到难以想象 如果搭配铁道周游券JR Pass 更有利于往地方走的趋势 而要前往三行市 除了前面介绍由东京搭乘三行新干线之外 我后来也发现 其实搭飞机到工程线的仙台 再搭乘仙三线前往三行市 更加经济方便 就等未来直飞前往仙台的平驾航空复飞 就有机会再会前往 今天是记忆日本47系列的第一集 你去过三行吗 有哪些让你难忘的景点或者体验呢 或者还有哪些是你希望认识的县市呢 都欢迎留言给我 好的 以上就是本集的内容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公投间观点的时事跟旅游话题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